昨天晚上開始有多起地震還有一些雨震 今天早上8點左右也有一個地震 所以特別在市政會議 我特別要杜發局去回報各種狀況 目前我們對於全市所有的紅黃丹 不只是0403 包括從921到331全面的去做一次巡檢 我們區公所也結合三大七市公會 來全面的去救紅黃丹再檢視一次 目前已經完成0403的紅黃丹建物 現在即刻正在進行921跟331以下 另一方面也跟大家報告 目前從0403、黃丹大地震 到目前累積的進線建物的狀況 大概有1800多件 所以我們多發局、區公所 還有三大七市公會 全面的在協助民眾做建物的檢視 平均每天都還是有大概100通的同胞金線 所以同仁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一定以市民的安全為之優先 市長 那在昨天半夜兩點半的雪紅地震當下 當下的狀況在頭怎麼樣 然後又馬上去保護散步嗎 有 我其他好多次 所以 當然第一時間太太動作比我快 先鋪著三寶 我鋪著我太太 那 當然我想最重要就是 現在可能會有突來的地震 還有各個餘震 所以在這邊也提醒民眾做好各項的準備 那我們特別也請突發局注意我們台北市 現有建築外牆的外掛物 不管是廣告物啦 還有施工工地的這種機具 高工作業的地方 我們特別要留意加強穩固 所以我們也持續的來加強各項防災的宣導 並且讓防災的思維導入 還有校園還有日常民眾生活的體系當中 市長 這次花蓮還有兩棟大樓 其中一棟富凱 其實它並沒有紅黃蛋 但這次還是有請到的狀況 所以我們有一千八百多件 會不會加大力道來進行這個危險建築的 一千八百多件是民眾擔心他們進線通報 會不會加速危險建築的一個更新 當然我們一定會來加速 所以在臨時離岸地震之後 我也優先請教育局針對學校的校舍 我們來加速整個改建的期程 我認為這個要加速 因為這次攸關到學生老師 所有教職員 甚至家長他們的安全 所以這個是即可已經在整個加快的期程 那當然全市的各項建物 我們也是加快的相關的更新作業 我們不只是獨根八件 我們相關加大力道的獨根政策也都提出 那同樣我們需要跟中央來協調 包括像這個我們上次去 明星台地震之後受影響最嚴重的整宅 同時也希望跟中央協調到中繼安置的部分 加速整個更新的程序 一張三小小小小小 太多事了 剛才第一張 謝謝你 我們選擇